鹅鸾蛋本社真的会让开发团 何美定请客队来经济民众减计的压平资料 一分头开出压城发团 希望能够做这民众鹅鸾蛋本社的派习官 过年也是刚到人家 请客队停收本社的期间 总是看到有人把家庭开起来 青菜放在楼口 这则环境垃圾 何美定请客队接到民众压城 经济压平 顺山队中严格这行开出压城发团 希望能够做这种软弹本社的行为 在人化路跟爱民路口 有被民众乱丢垃圾的张乱点 那经民众提供的相关资料 清洁队预据相关的资料查证以后 确实是有行为 有发现民众乱丢垃圾 那我们依照废清法的规定 来开立相关的法单 清洁队在此呼吁民众 清洁队停收垃圾的期间 勿乱丢垃圾 以维护和美的整个环境的整结 那也呼吁民众要自重自爱 不要有乱丢垃圾的行为 清洁队只要有停收垃圾的期间 那我们会透过相关的网络去宣传单章 来宣导让民众周知 而且为了民众的方便 那我们也提供了路选的收集垃圾 还有定点的收集垃圾 以方便民众丢栖垃圾 丢美人队长表示 其实在过年也是人家旗舰 清洁队都会加强三桌 停收垃圾的相关主义 在路口顶所在 也能用设置近期软弹垃圾的各式牌 这次中央开出垃圾的发展 希望能够5号组织民众的派习馆 改善合必定的整体环境卫星 多谢华新闻亚红 合必采访报道